市场资金可能是100元 但我给你10元 subsidize 了你90元 其实是一个hidden subsidy 如果要咬的话 可以说这是intervention 可以用anti-dumping 可以用super 101 当时没有了 不懂这种东西 这是一个很suttle的wage subsidy 使得在全当的经济学上 政府subsidize 的是food 如果你要想城市的工人 能够有低的收入 又不会作反 出现一些很competitive的product 去export 传统的做法就是subsidize food 因为food是linked to wages 如果food的价钱是平均 那些工人就不会demand for rapid rise in wages 那些地方所出产的工业产品 is more competitive 这些是政府特别的policy 但这是无心的 就这样因为大火 如果要settle这些人 政府不明白这件事 可能不知道他做了一件事 我现在跟他塞后 告诉他 其实你是给了一个wage subsidy 等于在theory里面的food subsidy 同一的功能 使得香港的wage rate 可以继续保持一个constant wage 为什么你画一条curve 如果读经济的那些 rannies and fay的curve after the louis 因为香港就是constant wage 所以香港的products 如果是constant wage的时候 那些工業家的利益就會很高 利益的利益是重新投資 這就是工業化 完全符合經濟的經濟模式 即是經濟的經濟的經濟率 而它出現是歷史的原因 石結尾一場大火 搞了經濟的經濟經濟的經濟 在香港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 使得香港有一個平穩的利益 當然另一個歷史條的原因 就是當時我不說那麼多了 其實都是歷史 另一個很平穩的工資 跟food price有關係 就是因為中國那時候要賺外匯 糧食的出口更加平穩 賣給香港 所以香港享受一個很低價的食品 這個我不說 因為這是附帶性的 factor 不過我要說 全部都是歷史的因素 使得香港有一個這麼高速 這麼成功的工業發展 還有abritus administration 另外一個 就是為什麼英國人都要贊他兩句 有些事情做呢 就是我拉入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整個工業化過程之中 當時有一個 commonwealth tariff 當時有一個 commonwealth tariff preference 是幫助香港的 所有英聯邦的國家 它有一個 special preference 香港去澳洲 去很多英國 去很多地方 如果它是一個英聯邦的國家 香港的出口是便宜一點的 當時入口也有的 所以當時買車我們買英國車 因為英國車便宜一點 當時有一個 common tariff preference 當時有一個這樣的 agreement 所以香港出口又有好處了 因為我去很多地方 我們有一個 preference 然後英國人 要到80年 當然它是在奉行 但是沒有將它理論化 理論化是1980年 或者1979年 其實這篇文章在夏典基 是在一個 dinner speech那裡 講完之後 就給我們寫成了一本書 但是那個七八七九 是將它定義化了 就是concretized 是一個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現在什麼叫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現在我們究竟積極不干預 究竟是為什麼 是有幫助的 積極不干預 我遲些再回到這裡 為什麼英國 採取一個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 那個 stance 是正確的 在當時來說是正確的 雖然我們 misunderstood 了它 一個 industrialization 之後 香港就成為一個 financial and commercial center 因為工業被人家很多低廉的勞工 台灣 南韓都開始侵入來的時候 甚至到亞洲 馬來西亞 什麼都進來的時候 我們傳統的工業 是不可以再有競爭能力的 大概到70年代中期 我們的工業是不可以再維持 我們高速的經濟發展 我們要另謀出路 大概到73 73是一個water shed 因為這是第一次的 oil crisis 第一次能源危機 1973年到1975年的時候 是出現的 是第一次香港有一個 所謂正式的 negative economic growth 也是historical accident 因為香港在當時 不僅有競爭 也有USA的 protectionism 開始有那些叫做 quota MFA Multi Fiber Arrangements 即逢是它塗textile 就有一個Multi Fiber 在2002才全部取消 很久有這個所謂協定 但這個協定 我不想說這麼多的協定 有好有不好 即是MFA 即是那些所謂的配額 配額當然不好 最初使得我們走到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enter 但配額又有些好處 配額好處是甚麼 一起配的時候 那些便宜的 wage country 追香港追得慢了 因爲它也有 quota 我們的 base 大便 quota 大 它的 base 大便增長得慢 所以 quota 在相當程度上 是protect 了我們 然後賣 quota 賣 quota 賺錢才投資地產 地產發達之後再投資 industry and commerce 所以香港全部都是拉一串的 Historical accident 你說到一個MFA 一個所謂配額 紡織的配額 即是多纖維協定 Multified 即是多纖維協定 好像是很 damaging to Hong Kong 但連帶有很多其他事情 所以如果你們寫文章分析看東西 是挺困難的 因為各種東西都加在一起 一個多關 即是多纖維協定 它是對香港的制肘 又protect 了 又prevent 了其他國家 追得我們太快 譬如中國這樣便慘了 它又要受 quota base 這麼小 我們又受 quota 我們的 base 這麼大 地方 這麼小 所以有一段時間 我們是不怕中國的 因為中國的 quota 是小的 而賣 quota 容許賣 quota 又需要有 capital accumulation 又可以發展其他的行業 diversification 所以很多東西全部連在一起